中華館政府為著要改善自由車訓練的環境 正出教育部補助經費200萬塊 在台穿國中設立自由車運動科技提供 25日正式啟用館長公會美感謝在地企業公司協力 作為為運動教育自學生時期就開始來訓練費用 孩子們在訓練的過程中不見得一定要到馬路上 不見得一定要爬山、越嶺 他直接在我們的室內就可以做很好的訓練 透過科技、透過好的自行車 也要特別謝謝美麗達在這個過程中 也捐助了學校自行車 讓孩子們能夠有好的自行車來爭取更好的成績 沒有悶悶的感覺,比較涼 是,效果呢? 差不多吧 自由車運動科技提供站讓學生有更完善科技化的訓練設備 未來訓練時中不再受到天氣的影響很多 只要透過這座運動科技自由車站起來時 就可以體驗到風吹、八甲丁丁 真實露風的感受 讓自由車訓練的活動更加窮濕便利 也不可以不用更多中華在地優秀的運動選手 講義民道中華運 台穿 蔡鳳報道